记者黄中山台中报道,市府积极争取捷运蓝线延伸台中港,副市长林林森今天率队出席行政院国法会委员审查会议主动提出, 与会单位对此纷纷表示肯定,将有助解决交通瓶颈,加速产业发展及推动港区建设,原则予以支持, 将在进一步审查,市府交通局规划,捷运蓝线西起台中港,行经杀戮车站,台湾大道进入市区, 与捷运绿线在市政府站共站串联,再进入台中大车站,全程约44分钟,全线总计26.15公里, 共设18座车站,总工程经费约987.72亿元。 交通局长王毅川表示,市府主动于国法会中提出延伸至台中港的必要性, 与会单位任可蓝线位处台湾大道上,是中式发展的重要轴带, 延伸至台中港,除可解决交通瓶颈,也可加速产业发展, 并推动港区的各项建设,因此原则支持,请市府尽速补充资料后,将在举行会议审查。 他又说,市长林嘉隆感谢行政院长赖清德对台中的支持, 市府将加速补足资料,让可行性研究尽速核定, 并启动后续规划作业及工程设计,提升台湾大道朗袋及海鲜地区发展, 让双港复兜新计划加速落实,促进区域的均衡发展。 市府表示,台中港土地已重新规划来加强势港整合, 将引入绿能离岸风电、观光旅游、生活、商务服务等产业, 未来20年海线将是台中最具发展潜力的地方。 市府双港复兜新及台中港2.0计划将与捷运栏线发挥整合加成效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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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